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就来学习强迫症的治疗 中国强迫症防止指南指出 心理治疗是强迫症初始治疗的首选 其中一线心理治疗方法是认知行为疗法 简称CBT 用于没有显著抑郁或者焦虑 对于某种治疗方法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厌恶 或又不愿意接受药物治疗的患者 认知行为疗法依据患者的不同临床特点 选择使用以行为实验为主的认知疗法 或者以暴露反映阻止治疗为主的行为疗法 我们先从认知行为的角度 看强迫症是如何形成的 首先我们回想一下 强迫症患者的不必要的想法和行为 在健康人群是否从未出现过 你是否有过一些不为道德或法律 所接受的邪恶念头 比如把水泼在前面那个人的脸上 亲吻一下隔壁班那个漂亮的女学生 吃一次霸王餐 失睡考卷 或者向领导吐口水等等 这些想法我们称之为闯入性的想法 每个人都会有 而且可能不止一次的出现 强迫症患者反复出现的强迫思维 往往跟刚刚提到的闯入性想法类似 若我们对这些闯入性的想法 给予负性评价 或者努力的抵制它们的出现 就产生各种各样的强迫症 患者常见的负面评价 主要有以下几种 首先是灾难化 闯入性的想法出现后 患者往往认为这些想法变成事实 一定会引发非常灾难化的结果 例如 小明如策后 脑海中闯入 尿液溅了一滴在自己的身上 因此担心自己被细菌感染 从此染上非常严重的疾病 于此反复地擦洗自己的身体 夸大责任感 患者将一切责任都揽在身上 例如 如果家里发生了入室盗窃案 那一定是因为我没有关好门窗 全都是我的责任 或者高估想法的重要性 认为自己的闯入性的想法是有罪的 不道德的 那么患者往往把思想和行为紧密的 立即融合在一起 认为想了就等于做了 因此想都不能想 例如 品行和道德持有僵化的过高的标准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或者痛苦 不能忍受某种不确定性 带来的焦虑苦恼这些情绪 例如 出门后不确定煤气是否关好 为了获得确定的信息和安全感 即使已经出门 上了高速 也不惜花大量的时间返回家里 重新再去检查 如果调整和接纳患者对闯入性思维的负性评价 常见的方法就是行为实验 即通过真实的实验 验证患者对强迫思维的评价是否正确 例如 让强迫症患者在表格上写下 可能引起强迫思维出现的场景 出现的强迫思维 对强迫思维的评价 以及计划在这个场景中做什么 然后去进行这个实验 实验结束后 把真实的结果记录下来 我们在讨论真实的结果与预测结果的区别 掌握了强迫症状产生的心理机制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暴露反应阻止治疗 简称ERP 这也是CBT疗法中治疗强迫症的重要方法 ERP治疗理论认为 人体内部是一个平衡系统 有自我的保护本能 遇到危险的时候 会紧张 警惕 提醒躯体做好面对危险情境的准备 同时人体还有节约资源的本能 它不会让躯体在安全情境中继续保持警惕 例如 一个曾被狗咬过的人 会认为狗是危险的 因此当他再遇到狗的时候 自我保护的本能就会让他紧张 害怕 毛孔收缩 血压升高 出冷汗等等 此时他可能会认为 如果不马上逃开 我就会被狗咬 但如果他不逃跑呢 并一直待在这个环境里 他会意识到这个环境是安全的 狗并不会咬他 节约资源的本能会让他的身体放弃戒备状态 真正的缓解焦虑和紧张 同理 强迫症患者通过暴露才能意识到 即使不采取强迫行为 即使不回避 也不会出现危险情况 ERP是指治疗过程中 患者需故意长时间暴露 与引起强迫性的焦虑 痛苦和强迫性仪式行为的情境当中 并且阻止患者采用强迫行为来降低紧张感 直至症状自发的减少到 正常状态的一种治疗方法 具体的操作步骤如下 暴露练习开始前 治疗师和患者建立一份暴露等级表 让患者感到的痛苦 并想采取强迫行为的场景 依据痛苦的程度一一列举出来 然后选定一个场景 按以下顺序进行暴露练习 细化需要暴露的场景 频率 时间 挑战暴露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想法 写下自己常用于缓解焦虑情绪的仪式行为 设置具体可测量聚焦于行动的目标 设置奖励的清单 标记达到什么目标我可以获得什么奖励 开始暴露在场景中 避免使用任何疑似行为或者想法 定时的记录痛苦程度 直至达到目标 完成暴露目标 回顾我们的目标 不断的奖励自己 通过这一系列的程序 完成我们的ERP的治疗过程 在临床治疗过程当中 对于不能配合心理治疗 或者心理治疗疗效差 以及对治疗药物反应效果好的患者 可以考虑单独或者联合药物进行治疗 五千酸在搜索一字记 如舍区林 夫西丁 夫妇沙明和帕洛西丁 是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批准治疗强迫症的药物 也是中国强迫症治疗防止指南 推荐治疗强迫症的一线药物 即兴期 强迫症的患者应当选择一种一线治疗药物 尽早开始治疗 并且需足量治疗12周以后 再评价药物的治疗疗效 药物治疗有效的患者 至少维持药物治疗1到2年 对于准备停药的患者 我们应在数月甚至更长的时间里 逐渐的减药 最终停药 对于药物治疗无效的患者 应回顾病史 重新评估 明确强迫症的诊断 可考虑换用另外一种一线治疗的药物 或者二线治疗药物 也可联合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 增效治疗 如奎流瓶 阿力派座 维斯通等等 必要时可联合物理治疗 如电修科 重复性经颅持刺激治疗 深部脑刺激治疗等的 今天我们学习的强迫症的治疗 主要包括认知行为 心理疗法的行为实验 如ERP 并从认知行为疗法的角度 去认识强迫症的形成 同时还学习了 强迫症的药物治疗和物理治疗 感兴趣的同学 可以参考强迫症治疗指南 深入进行学习 我们下节课再见